无极虚空地母至尊 地母娘娘 称号 厚土娘娘全称为地血脉始祖无上虚空地母玄化养生保命祠尊大祠尊 圣诞 农历十月十八日历史典故 地母至尊又称地母娘娘是道教神之一起源于原始的大自然崇拜 所谓皇天厚土的厚土即指地母 俗称厚土娘娘 地母至尊也是四域中的第四位天帝 厚土皇帝之地母元君是主宰山河大帝之神 与主掌天界的玉皇上帝相配 一主天一主地 神格至为崇高 中国民间对地母的崇祀由来已久 素自上古人民崇敬的在万物之恩 起而崇敬为神 如俗语 使水果要拜树头凡事都要心存感恩源头的观念 礼记 交客信云 地在万物 天垂相 取财于地 施法于天 因此古人尊天而亲密也 古又有天阳立阴 天公地母的说法 大帝是众生赖以生存的根源 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 大帝为人类之母 人类出于感恩 又怕它发怒如地震 不愿给人以万物如旱灾水灾 因而不得不侵的尊地 继而重刺敬拜 古代凡心事动众 初战争法 必先祭后土后祭神 以求地母天神的保佑 原本无形象的大自然神灵之来历也有航混 有的后土作为人名 有的当成神名 还有的说成官名 这也是自然神演化为人格神的必然现象 《生海经》以大荒经中国古代阴阳哲学中 认为天阳地阴 所以后土由最初的男神 到隋朝以后逐渐变为女玄 以皇帝配相 后土词中素称女神形象 民间又俗称其为后土娘娘 考后土译词 后字女相 产子之行 其初译即全族之宗母 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上古社会中 多为母系社会主义观念 生育了全族子孙的弟母 乃是理所当然的领袖和权威 而其名称就是后 再说土字 世明一天云 土者吐掩 土生望顾者称母 后土译词 即指大帝之母 秦汉已来 历代帝王皆有隆重祭祀后土的仪式 宋徽宗亲临玉卿和阳公 封后土为成天效法后的光大后土皇的旗 规定祭祀与玉皇大帝同 自唐以来的后土词庙中 接宿妇人相 尊为帝母娘娘奉祀 在今天的台湾民间信仰 由于道家灵山修行的体系蓬勃 都惯用无极来表示无限大 因此将帝母的名称 遵之为无极虚空帝母至尊 不但加上无极又加上虚空 使得原本只是掌管山河大帝的神奇 这回连无限大的天虚空都涵盖了 让无极虚空帝母至尊的名称 听起来神额似乎更大了 据说虚空这个名称 是引用佛教的虚空藏菩萨名号而来的 虚空藏菩萨本意就是 无限大如虚空包容万法之意 现代有些帝母至尊之形象 为年轻妇人相 脚踩踏着地球仪的造型 更能衬托出无极虚空帝母至尊的 伟大神威